十个奇迹与门徒迹之五 耶稣的赦罪权 十个奇迹里面第二组最后一个奇迹是自好坦子 看有人给他送来一个躺在床上的坦子 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坦子说 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 这个奇迹的重点不在于耶稣治病的大能 而是他赦罪的权柄 耶稣对坦子的一句说话 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 这个说话引起了在场经思的不满 因为赦罪权是神圣的 属于天主的 耶稣对坦子的说话 有涉毒天主之业 于是耶稣要向他们解释 什么比较容易呢 是说你的罪赦了 还是说起来行走罢 讲一个人得罪赦 当然是比叫坦子起来行走容易 因为讲一个人得罪赦是无可验证的 但是叫坦子行走就需要客观事实作整 不过耶稣体量在场的经思的疑惑 对他们说 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坦子说 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耶稣的确医好了坦子 换言之 耶稣做了教纳的事 叫坦子行走 这样就必定令人推断 他也都可以做 他刚才所说的 较容易的事 就是赦罪 这一点尤其重要 因为古代人视疾病为罪的后果 如果得到罪的赦罪 病症自然就会好 所以耶稣的治病的大力暗示了 他也享有赦罪的权威 第二组奇迹充分确立了耶稣 作为神圣的战士和判官 正是他为了人类的救赎 而和撒旦展开了宇宙性的抗争 在这个对立的氛围之下 第二组这三奇迹引发的反应 比起上一组奇迹引发的反应 显得较为紧张 门徒亲历其境 对平息风浪的耶稣感到惊讶 但是他们搞不清楚 耶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对于耶稣这好父母人 加达纳人应该是高兴的 但是他们更加体重损失了的财物 就是那一群诸 因此对父母者的传遇无动于充 更要求耶稣离开他们 从而自绝于耶稣的恩典 耶稣要好坦子 并赦免他的罪 就引起了两极的反应 群众都害怕起来 谁归光荣于天主 表示他们承认天主神圣的权柄 在耶稣身上展现了 相反 在场的经师看不到这一点 只是懂得指责耶稣 说他说了蝎毒的话 现阶段 经师只是心里面说 对耶稣的批评 但是 他们对耶稣的攻击 将逐步放面 程度也都不断加强 最终 包括经师在内的犹太宗教领袖 将以蝎毒罪 将耶稣处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